好 帮各位复习一下上周的重点 这些细节不用背没关系 但是你要看得到 重点是要看得出来 有这些环节要注意 谣传当年哥伦布到北美的时候 当地原住民 看不到 没有看到哥伦布那几艘大帆船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 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所以他们就看不到 我们这个单元的重点 就是要让你看得到这些细节 帮我关一下后门 所以不用背没关系 有范本可以参考 但是你看范本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要注意哪些东西 所以帮你们复习一下上周进度 这篇文章 为什么是放大 看我一下 好 帮你们复习一下 好 帮你们复习一下 期刊文章参考资料引用格式 作者 姓氏 逗点 空格 名字缩写 据点 如果有中间名的话 空格中间名缩写 据点 如果超过一个作者的话 逗点 空格继续 如果是最后一个作者 and 符号 空格 姓氏 逗点 空格 名字缩写 据点 空格 有中间名的话 中间名缩写 据点 接下来是年份 空格 括号 年 括号 据点 接下来是文章标题 空格 标题 子体 第一个字跟专有名词大写 如果有副标的话 冒号 副标一样是第一个字 跟专有名词大写 据点 接下来是期刊名称 空格 写体 第一个字和名词 动词形容之副词 大写 如果期刊有副标的话 一样冒号后面 第一个字 名词动词形容之副词 大写 逗点还是写体 逗点 空格 第几卷 换成子体 没有空格 括号 第几期 括号 逗点 接下来是页码范围 空格 第几页 范围号到第几页 据点 空格 有网址的话 接下来是网址 然后没有据点 好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等于是把参考资料要注意的大部分细节讲完了 等一下会再提醒一些其他细部的东西 好 所以有了很多笔参考资料要怎么排序呢 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比如说 这篇第一个作者姓氏LA开头 这篇第一个作者姓氏LO开头 所以先放这篇 再放这篇 那如果两篇文章是同样的作者写的怎么办呢 所谓同样作者 首先 如果超过一个作者 那必须是所有人的名字 和顺序都一样 如果顺序不一样 作者名字就是等于是不一样咯 这个跟学术的贡献程度有分 通常贡献越多的会放越前面 所以假如你有一篇文章是贾一丙写的 然后下一篇文章是贾一丙写的 就是两个不同的作者 那如果作者名字都一样 而且顺序一模一样的话 你就按照年份排列 先旧的再新的 那这篇这个例子是同样的作者 写的同一年份写了两篇文章 那这个时候怎么排序呢 就要按照文章标题的字母顺序 排序 这个是U 这个是W 所以这篇先放 然后再来放这篇 如果是作者跟年份一样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还记得的话 之前我们讲说 行文间有一个引用标签 读者根据那个引用标签 可以对照参考资料某一篇文章 一定是一个一对一的连结关系 那如果 年份都一样的话 这样就没有一对一啦 因为引用标签就是姓氏 逗点年份嘛 那像这个状况两个 两篇文章同样的姓氏 然后同样的年份 那怎么分呢 就是像这边看到的一样 当你决定好排列顺序之后 第一份年份后面加一个A 第二份年份后面加一个B 如果还有第三份的话 以此类推 这样你行文间的引用标签 就不只是写名字加年份 是名字加年份和字母 这样就有一对一的关系 读者就一定找得到 最后 作者的名字都一样的话 从第二篇开始 把名字改成三个破折号 这边讲的3M' 也是长的那个 三个破折号 刚刚讲的 如果有名字顺序不一样 或是以拼字些微不同之类的 就等于是不同的作者 所以如果是一样的作者的话 你用破折号代替 读者很快就知道 是同一个作者 就不用去细细的比较 每一个名字 每一个评法 一看到破折号就知道 是一样的作者 好 我们刚刚上面讲的例子 全部都是期刊文章 那你们会遇到的资料类型 应该不只是期刊文章而已 我等一下会带你们看 其他资料类型的引用格式 所以总之就是有范本可以对照 不用特别背 你需要范本的话 可以看第一个连结 那有时候会遇到特别情况 比如说 没有作者 或是 没有标题 没有年份 没有日期 怎么办呢 你可以看中间这个连结 会跟你讲大部分的特别情况 第三个连结是 如果你引用的资料不是英文 尤其他用的不是拉丁字母的时候 怎么办 比如说 也许你要引用中文资料 这个连结就告诉你怎么处理 不过这件事情 我们这门课 不会太care了 只要你 每一笔资料 第一个字 也就是人家姓氏 用英文呈现 就可以了 因为 要能够排序 然后要有 能够写行文间的 引用标签 所以至少 第一个作者的姓氏 要改成英文 其他你 照写 我没意见 就是辨识上面 能够用英文辨识即可 不过 其实 如果你引用的是 台湾的学术资料 即便是中文写的 通常他一开始 也会有一个 英文的资料页 像我们 之前看那个 期刊首页嘛 有所有你需要的资讯 都在上面 台湾的中文期刊 大部分有英文版的 这个页面 所以你就 找看 英文版上 人家的姓氏怎么拼 然后文章标题 英文是什么 甚至有时候 连期刊的英文名字都有 所以这部分 应该不成问题 但如果 真的有遇到问题的话 随时问我 我可以来帮你 好 如果你要引用 维基百科的话 首先记得 维基百科不一定是学术文献 那如果你要引用的话 维基百科 你点进去 你看到的 那个页面 会随时更新 那就是所谓的 最新页面 但是你要引用的 不是最新页面 你要引用的是 你当时看到的页面 这样读者 才能够对照 你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到那个页面 最上面有几个 分页 其中有一个分页 叫做 页面历史 View History 点下去 它是按时间 倒序排列 最上面是最新的 所以你 点 那个 日期下去 它就会给你 这个版本的 固定网址 请引用那个网址 那刚好这边 也就有日期 告诉你 应用网站 引用网站 不只是年份 你要整个日期 都要记下来 所以这边资讯 刚好都有 好 真的 这很多概念 应该都蛮新的 应该是蛮不容理的 所以 有 遇到疑问 不清楚的地方 随时 跟我讨论 我都可以帮你 有要提问吗 没错 我上周 让你们提早五分钟走 就是不想把它讲完 好 目前没有想到疑问的话 我们一起来 不是一起 我们来看 那个范本 的其他资料类型 这个是 Moodle上面的 范本档案 就是这个 APA 7th example 这个是官方范本 所以 错不了 所以说错不了 但是有些地方 它列举的例子 有点奇怪 我有做一些修正 等一下带你们看 好 所以第一个就是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期刊文章 Journal article 可以浏览一下 帮你复习 注意这边 它文章标题 这个惊叹号后面 就算是副标题的开头 所以 这个explaining 是大写 所以主标 惊叹号 副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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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就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一样 注意它 这边摆位数虽然一样 但是它没有省略 既然官方范本这样讲 那我们摆位数也不要省略好了 我们就把整个页码写出来 下一个是网络杂志文章 网络杂志 它比较不中地理券地几期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期刊那边 就是名称就结束了 它反而是日期写得完整 年 逗典 空格 月份全部写出来 不要缩写 空格 日期 那其他部分应该都一样 也没有页码 网络文章嘛 没有页码 所以它这边期刊 然后卷 期 页码才据点 那这边都没有 所以期刊名称据点就可以 杂志名称 如果你比较老派一点 跑去图书馆查 纸本的杂志 就是下面这个写法 纸本杂志 它就有分地几卷地几期 它也有页码 所以这些都要 那看你杂志是多久刊一次 如果是月刊的话就写月 如果是双周刊就写月跟日 都要写出来 那注意你看这个页码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56到65 斗点 100 这啥意思 纸本的刊物 很多为了节省空间 那个版面能够塞得最缜密 如果文章最后有一些零星的段落塞不进去 他会把它全部踢到最后面去收集起来 所以他用斗点隔开代表说 这篇文章它中间有断裂 所以一开始是56到65 但是最后一页是在第100页 用这样的呈现方式 尤其报纸以前也常喜欢搞这套 可能就是从这一页开始 然后跳两页继续 中间可能是广告之类的 所以如果你的页码不连续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好下一个是网路 网路报纸 其实就跟网路杂志写法一样 下一个是纸本报纸 跟纸本杂志写法很像 但是因为报纸应该是每天的 所以它没有卷旗 所以汉物名称 邪体斗点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页码 D4 你们有买过纸本报纸吗 买过就知道 有时候它不只是 一份一叠纸 有时候两叠三叠 每一叠的页码是 每一叠是一个英文字母 然后那一叠里面 第几页是数字 所以D4是 当天纽约时报 第四份的第四页 下一个网路部落格文章 写法其实就跟网路 杂志一样 你可能会想说 怎么都一样 那为什么要分开来列举呢 因为这个档案 是让你查资料用的 如果你不知道 这些都一样的话 你想要找部落格文章的 引用格式你就找不到了 所以它即便都一样 但是有分别列出来 让你可以很快找到参考 所以作者 年 月 日 记得中间有一个斗点在这边 文章名称 部落格名称 据点 然后网址 下一个学术专书 也不是学术啦 就是专书啦 不管是不是学术 这个就开始有点变化 要注意 作者年份到目前OK 接下来书的名称就直接写题了 因为像期刊文章 报章杂志文章 它都是某一个东西里面的一部分 但是书本身是独立的 所以用写题 但是因为它 它就是你引用的资料的名称 所以它大小写是一般大小写 不是标题大小写 所以写题 但是第一个字 和专有名词大写而已 冒号副标 第一个字 专有名词大小写 大写 好 然后书名出来之后 接下来是出版社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办本条例 是因为 它的出版社 就是美国心理学会 就是它自己 可能有点误会 所以我旁边下一个就是 这是出版社 出版社名称写在这里 然后据点 然后接下来 如果有网址的话 贴网址 这边也跟你讲一下 它这个不是刻意写在下一行的 这是因为上一行空间用完了 所以请不要在这边按Enter 你就继续写 然后它换行的话 它就会自己换行 就不要管它 然后一样往着后面没有据点 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要特别留意 这个是论文集的专章 所以你同时要有单篇文章的资料 你又要有那本书的资料 怎么呈现呢 仔细看 作者 年份 这OK 文章标题 跟期刊一样 这OK 但到了这边 你要讲说 它是收入在哪一本书里面 IN IN 大写IN 接下来 这个是编辑名字 它一样 名跟中间名有缩写 但是它没有把信放前面 它顺序是一般英文名字的标准顺序 然后END前面就不用逗号了 为什么前面有逗号 因为你把人家名字 从前面搬到后面去了 逗点表示有东西移动过 那这边你没有搬动 你就不用逗号 所以IN 然后这本书有两个编辑 第一个编辑 名字缩写句点空格姓氏 空格AND符号空格 名字缩写句点空格 中间名缩写句点空格姓氏 先不要下句点 名字写完之后 你要讲说这是什么人 括号大写1 DS 句点这是缩写 这个是editors 编辑者 编辑们 所以编辑姓氏小人之后 空格括号大写1 DS 句点表示缩写 所以这样就把编辑写出来了 逗点空格接下来是书的名字 论文集的名字 这个就跟上面那个专书名字一样 写体但是只有第一个字跟专有名字 大写 冒号后面是副标第一个字专有名字大写 但是书名写完之后先不能下句点 你要告诉读者这本书的哪里 这篇文章是在这本书的哪里找到 所以书名写完之后空格恢复直体 就写体结束了 括号 如果超过一页的话你要写两个P PP句点空格 然后页码范围 如果只有一个 如果只有一页的话就写一个P就可以了 括号句点 空格接下来是出版社 就跟专书一样 然后有网址贴网址 这样有看懂吗 好 下一个网络字典 我想你们应该不会去引用字典了 但是有这边有两个东西 呃 这边有一个东西带你们看 这个 这个原本是日期的位置 它写nd nd的意思是no date 没有日期 找不到日期 呃注意后 它是n 据点 没有空格 d 据点 所以如果在行文间 你要写个引用标签的话 就是姓氏 逗点 然后 原本写日期数字的地方 就写n 据点 d 据点 通常如果你 引用一个没有 呃 日期的资料 你就要提说 你是什么时候找到它的 这样子 读着才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 所以这个条目写完之后 后面有一个索取日期 retrieve retrieve意思是取回 你是什么时候取得的 retrieve 过去式 空格 然后 年月日 这个是标准美式日期的顺序 月份 日期 逗点 年份 逗点 from 从哪边找到的 给个网址 然后后面一样没有据点 好 如果你的作者是一个组织 虽然这不是学术资料 但是如果你需要引用的话 就把组织当作作者名字 这个时候就不用什么缩写倒序的 就全部写出来 那后面就跟 后面就是报告名称是写体的 因为它是独立的一份文件 然后大小写也是第一个字 跟专有名词大写即可 据点 然后后面网址 如果你的报告不是组织写的报告 是个人为了组织写的报告 那就是把组织放回它原本应该在的位置 就是报告名称后面 组织 然后作者就可以放上去的 这样会不会太快 就组织正确位置应该是在报告结束之后 这个原则是由小到大 先作者 然后在所引用的那个部分 如果那个部分是某一个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 再把那更大的东西写出来 然后再把公司或是组织或是出版社写出来 这个就是把组织放的位置在这里 然后最后再提供网址 如果你引用新闻稿 新闻稿不是新闻报道 新闻稿是人家要发布给新闻去报道的东西 新闻稿是这样子写 组织作者或是看是谁发表的新闻稿 日期写缺切日期 标题也是第一个字跟专有名词写题 但是在下句点之前 加一个中括号 里面写是什么样的资料 press release 这个是新闻稿 第一个字大写 然后中括号结束据点 空格 然后如果有网址给个网址 没有据点 如果需要补充这是什么样的资料类型 就是用这样的补充方式 好 下一个是conference session 会议场次 如果你要引用人家学术会议场次的话 这样引用 一样作者姓氏名字 但是日期要提供会议的日期范围 这个会议是从8月8号到11号 所以还是这样子写 所以不是看个别场次日期 是看整个学术会议的日期 接下来写题 然后一般大小写的场次名称 然后要补充是什么资料类型 conference session 第一个字大写 中括号大写c conference session 中括号句点 就是会议场次 接下来你要讲会议名称 APA2019 这个是美国心理学会2019年会 这都是直题 会议名称 斗点 会议地点 城市跟国家 如果是美国的城市的话 要提供哪一州的缩写 那如果美国以外就不用提供了 IL是Illinois 伊利诺州 就是五大湖区那边 芝加哥那个位置 所以城市国家 据点 然后有网址的话提供网址 下一个是毕业论文 他这个 好 带你们看 毕业论文跟专书很像 他这边的 那个是from a database 是从某一个资料库找到的毕业论文 他如果不是资料库找到的 他那个跟资料库相关的东西就不用列 可以直接跳过 所以他跟专书很像 作者 他的姓是 这是一个姓 名字年份 论文名称 一般大小鞋 但是是鞋体 冒号副标 一般大小鞋 加鞋体 但是名称结束之后 先不要下据点 他这个publication number 我们现在不流行这个 可以跳过 但是这个后面 你要注视这是什么样的资料 doctoral dissertation 这是博士论文 硕士论文叫做master's thesis 那个投影片前面有一页有写 然后既然是毕业论文 就要加哪里毕业 斗点 空格 学校名称 中括号结束 这个时候才下据点 所以论文标题 写体写体 写体完之后 标题完之后 子体 中括号 大写 学位 斗点 大学 中括号 据点 这个是跟资料库相关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从资料库找到 就可以省略 那如果你是网络上找到的 这边就要放网址 不过通常国内的 那个毕业论文 你应该会是上一个资料库 叫做台湾硕博士论文网 找到的 这个时候就把那个东东的 英文版写上去 好 下一个preprint article 这是什么东东 这是理工科系比较常见的东西 理工科的论文审查速度比较快 科学发展日新月异 所以他们发明出一个制度 他们就不是等期刊编辑 发配给审查员 他们是创立一个非盈利网站 然后你写完文章之后就把它上传 然后相关领域的人看到了就可以在后面留言或是提供建议或是什么的 这个就是他们的审查方式 然后等放一会儿了 确定没有什么问题了 才会交给 譬如说期刊编辑 然后会收入某一卷某一期 所以这样的审查方式 那个审查的文章就叫做preprint article 出版前的文章 如果你需要引用这样的文章的话 就是跟上面的什么包装杂志格式 其实是一样的 作者年份写题一般大小写文章名称 子体这个是资料库名称 就是那个网站名称 据点然后网址 你应该不会需要引用数据报表吧 有人想要做量化的吗 没有好反正你要用数据报表的话 可以在这边看到 接下来film or video 然后下面是什么 TV series episode 还有webinar 这个是网路演讲 这三个我想你应该都会用YouTube来看吧 我们就直接看YouTube这个 YouTube怎么引用 先是账号 即便人家账号是一个名字 也不要把它倒装过来 不要做变化 它账号长什么样子就复制贴上 所以譬如说它这个账号 那个the 通常我们会小写 但是因为它账号也是大写 我们就把它复制贴上 就不用改了 然后接下来 影片张贴日期 影片名称 一般大小写写题 然后呢 下句点 句点在这里哦 下句点之前 要标示它是什么样的资料类型 中括号 video 大写v 中括号 句点 我这个注释特别提醒你 如果 它这个是因为 影片标题包含一个问号 如果影片标题是以句点 或是没有标点结尾的话 不要在这里 加句点 句点是放在资料类型后面 接下来讲说 它是YouTube找到的 注意YouTube的拼法 T要大写 但是是一个字 句点 空格 然后网址 然后其实 这个网址也不大对 这个网址是直接从上面复制贴上的 它不是永久网址 如果找到永久网址的话 要点分享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连结 这个才是永久网址 所以譬如说我去了这个网址 然后点分享 它吐出来的是这个网址 长这个样子 我们用这个固定网址 好 然后接下来 如果是收录在某一专辑的话 用的字是ON ON某一个专辑里面 然后这个是发行商 唱片公司 下一个是广播节目 现在广播节目都是网络上在听的啦 所以它这边就有网址 那写法跟上面很像 那就是资料类型 记得要写Radio Broadcast 网播节目 NPR是广播电台的名称 这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National Public Radio 据点 然后再来提供网址 对不对 这边没有据点嘛 它标题原本是据点结尾 或是没有标点结尾 这边就不要放据点 据点是放在这里 这条类型后面 好 下一个是播客节目 Podcast 有人在听播客节目吗 知道这是什么吗 它跟那个YouTube影片很像 但是没有画面 单纯就是录音的 就像美国地大物博 很多人每天上下班开车开很久 他没事就会下载来听 所以听播客节目的话 是用这样的方式引用的 所以标题 然后资料类型 Audio Podcast Episode In 这个是节目名称 这个是整个节目名称 这个是单元吗 Episode 这个是整个节目名称 然后这个是发行商 然后这是网址 下一个是资讯图表 如果要引用的话 可以参考 下一个是课程PowerPoint 要引用的话 这边可以参考 这个是叫什么 学习网站 教学资源网站 如果你引用的是Moodle的话 这边就写Moodle 下一个是社群媒体贴文 如果你知道人名的话 可以用人名的处理方式 不知道人名的话 就直接呈现他的账号 然后后面是他永久账号名称 然后资料类型 是 像这个是Twitter 就写Tweet 如果是脸书 写Facebook Post IG的话写Instagram Post 然后社群媒体名称 然后网址 下一个是开放学习资源 如果你要用到的话 可以在这边找到 应用格式 下一个是网站 网页 那网页引用格式 跟网络新闻 引用格式很像 姓名 确切日期 单篇名称 网站名称是直体 然后这个是 因为他网站就是这个名字 他是这样的呈现方式 就人风不动的呈现上来 然后网址 下一个是新闻网站的 网页 呈现方式一样 姓名 and的姓名 确切日期 标题 网站名称 然后网页 然后最后这一笔是提醒你 如果要讲你是哪一天取得的话 是用这样的方式呈现 retrieved 月日 逗点 年逗点 从网址 没有据点 这应该是你们大部分会用到的资料 类型 需要的话 可以上Moodle 看这个档案 你要提问吗 如果这边没有cover到的话 你可以问我 我们一起来研究看看 该怎么引用会比较好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今天带来很多学术资料 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习 写那个参考资料 引用格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先从我在Moodle上面 有上传的那个范本来 开始来练习好了 就是这篇 之前有带你们看 他的文献回顾写法吗 这篇 有没有印象 好 这个 这篇 Captor 5 所以它是 论文集里面的单篇文章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要怎么写 先是 作者姓氏嘛 作者在这里 所以 Wang 斗脸 W 据脸 再来是年份 年份就是这本书的出版日期 出版日期在版权页 版权页在封面后面 呃 台湾出版的中文书 版权页在最后一页 英文的书 版权页在封面的后面 所以这是封面 下一页就是版权页 那这边有写 2009 所以日期 2009 再来是 再来是 这篇文章的标题名称 就是这个 那你会注意它的大小写方式跟我们要的不一样 所以要稍微改一下 然后有一个副标 副标第一个字也大写 第二行记得要缩牌 有没有 突牌嘛 第一行比较偏左 当然有名词 French 要大写 据点 OK 好 接下来 这是一本论文集的专章 所以要写 整本书的资讯 先从编辑开始 in in 然后编辑的名字缩写加姓氏 编辑叫什么呢 封面有写 这两个人是编辑 所以第一个 S L Katz S 据点空格 L据点空格 Katz N的符号 第二个是谁 J Wattinger Tharp 这名字好长 为什么要选J 可以来当范本 J Wattinger Larp 他名字有E结尾吗 没有 是P结尾 OK 编辑写完了 逗脸 书的名字 那手写没办法写题 所以我们用底线来呈现写题 书的名字叫什么 在这边 Conceptions of L2 grammar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L2 classroom 好 这个时候就要记得要 Conceptions of L2 grammar Mohal Theoretical 下一行 OK 等下 这应该是小写 Approach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单书来读书 单书 Application in the L2 Classroom 然后这个是写题 再来是页码 所以括号 第几页到第几页 通常我建议你不要看 不要完全仰赖目录 有些书 他会坚持 每一张都从右手边那一页开始 所以有可能左手边那一页是空白的 所以就是实际去看第几页开始 第几页结束 这边 72页开始 所以 一批 不止一页 72到第几页结束呢 92页 在这边 92 据点 然后最后一笔资料是 出版社 出版社也在版权页那边 刚好被我被我那个遮起来了 在这边 kindless engage learning 到下一行 kindless engage learning 据点 这样就写完了 会不会太快 好 所以这个是 论文集专章的引用方式 那我们来看 另外一篇 单篇 论文 好了 这边 好 它也是一篇期刊文章 来 告诉我 这个要怎么写 我们写在 写在 右边这边好了 OK 第一个是什么 这是作者姓氏 在这边吗 三个作者 所以第一个是 Lewis 等一下 逗点 然后他第一个名字是David 所以缩写第一句点 逗点 第二个作者 Rogers 第一个名字Dennis 缩写第一句点 三个作者 所以这边有个N的符号 Wilcock 逗点 M 句点 好 下一个是什么 很好 年份 那年份他 这边也有 2008 不要看这里 不要看这里 这个是 这个是 online 判出来的日期 如果他还没有收入 第几卷 第几期的话 这个就不准 所以这个不要看 看上面那个 2008 句点 下一个是什么 文章标题 好 那就是上面这个 The fiction Fiction开始就小写 Of Development 副标 第一个字也大写 Literary 等下 Representation As a source of Authoritative Knowledge 好文章标题 写完了 下一个是什么 这是一篇 期刊文章嘛 所以接下来 就是你要 期刊名称 期刊名称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然后这个就是 每个字都要 每个重要的字都要 大写 of and studies 到底 下一个是什么 这是第几卷 在这边 第几卷第几期 第44卷第二期 所以442 标点 写体是从这边开始 下一个是什么 页嘛 很好 所以是 198到 216 据点 然后再来就是王子 王子我就不抄了 OK 好 那我们再练一个就好了 学术专书 这本 好 所以这是一本 学术专书 然后 这个是左边 这边 这个是版权页 好 所以从哪边开始 第一个是什么 作者姓氏 所以是 Fever 斗点 名字缩写 A 据点 只有一个作者 下一个是什么 年份很好 所以我们要到版权页去看 在这里 1992 它的那个 版权年份 Again 不要看上面这个 First Publish 是出版 第一版的日期 我们要引用的是 这一版的日期 那这边刚好两个一样 所以还好 但是如果不一样的话 请不要被误导 所以1992年 据点 下一个是什么 书名很好 用一般大小写 所以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大写 Translation 接下来就小写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据点 然后记得要写题 好 下一个是什么 这是完整的一份文件 书名就把它全部打死了 所以最后一个应该就是 出版社 出版社的商标 在这里 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到版权页去找 在 这里 Rutlidge 这个出版社 我有列在投影片上 是学术出版社 结束 主要会用到的三种资料 学术资料 应该就这三种吧 论文专章 期刊文章 和学术专输 OK吗 有要提问吗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就以为你太好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所 组优独播剧场所